林移植反悔捐骨髓,白血病同等死 他是福建大學生吳智輝 因為患有白血病,需要骨髓移植 但捐贈者到最後一刻竟然反悔 令吳家上下呈天霹靂羊 更加不幸的是,智輝體內的免疫系統 因為準備移植新骨髓已經被完全破壞 頂多捱兩天就會死 答應了就不要反悔 那不是拿別人的命來玩嗎? 太過分了,這樣跟草間人命有什麼分別? 為了保護兒子的命 瘦小又嚴重貧血的吳媽媽決定冒險 昨天,兩母子做了半箱合骨髓移植,手術順利 吳媽媽被推出手術室還笑著說 難道幫我兒子輸多點血? 智輝會接受多一次手術 順利的話,在新年就可以轉去普通病房 大概八個月就可以完全康復了 但其實他現在能夠生存下去的機會 只有一半 加油! 吳媽媽給了你第二次生命 一定要加油! 加油! 好多人看著你,不要辜負我們 加油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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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题 加油! 劉髖 dotted 이유。